现在是在八卦城 昨晚下了一晚上的雨 大家听听这个雨声 雨中睡觉 最爽了 现在11点了 我很不想起 刚洗完脸 我现在一般住车呢 都是在这种游 碰碰卫生间 或者旁边有几屋室的地方 昨天住车在这 这边有个警务室 这些巡逻的警察也很多 所以比较安全 这大的满血盒 说是可以保那个 两天的水是热的 这蜂蜜呢还是之前在甘肃买的 风筒那里买的 这一罐都快喝完了 现在早上是12度 这蜂蜜都 蜂蜜的很接近了 早上喝个蜂蜜水 听听这个雨声 虽然现在都12点了 我现在是在八卦城 特克斯 本来今天想去那个穷库石台 结果这个下雨天 我估计路 本来那个穷库石台路就不好走 可能就去不了了 今天就在这儿待一天 下雨天最适合干嘛 当然是适合睡觉和吃火锅 我们就到特克斯里面转一转 找家火锅吃一下 我这个停车点 是在那个八卦的外面 现在往八卦里面走 找家火锅吃 就这家自助火锅 中午12点半 还没开门 正在上菜 我做第一个顾客 不错 完了感觉自己是个战五渣 吃不了多少 四盘肉还是两盘 就螃蟹腿 我得慢点吃 这个肉都下进去 吃不了了 就吃这么点 站落力不行 吃完饭 寒再下雨 好冷啊 在这八卦城里转悠转悠 小小石 八卦城的中心 你看她这路牌都是这样 中间是个圆 圆圆 圆圆圆 圆圆圆圆 我的生意都看过了 我们就在传说 一遍 一遍又一遍 哪怕谁又听拖 我 世界就是 八卦城 垃圾牆上都是八卦的图案 地砖上也是 鲤鱼街 现在进去走走吧 吃饭的地方 客栈 小酒馆 工艺品 现在可能还早 这是客栈 走着走着雨停了 这一条巷子 下面还是 我们先拐到这里面 估计也都是吃饭 民宿 没记错的八卦应该就是 乾坤震团 坎里耿堆 具体的又不知道了 在这里面 八卦里面逛呢 看不到全貌 不过这小巷子挺好的 这西瓜好吃啊 臭臭 这么大西瓜 小院子挺漂亮 爱在特克斯 各种风险的一道 在整个小巷子儿 最新的地方 最新的地方 这段来看是